是也是墨多的 剛才那個字是墨少的 這個字他可能重新佔墨了 所以墨看起來比較多 那墨多的話金石器就會少 但是毛筆的韻味會提升 因為墨多嘛 水墨水墨嘛 寫字也是有水墨的效果 不是只有畫畫 畫水墨畫才有水墨效果 說法其實應該也有水墨效果 只是他沒有那麼的強調 但是不代表沒強調就不要做 還是可以做一點 至少看起來有時候是乾乾的 有時候濕濕的 墨鼻子有時候岔開 有時候是凝結 他這裡寫的倒是蠻怪的 他是異想把推出來而已 在我看來這個推的有點怪怪 帽 前面這幾張我覺得他寫的是放鬆掉的 就是那力氣用的比較弱 讓那毛筆的彈性跑出來寫 所以看起來比較輕鬆自在 就是那個蠻力就少了 因為放了輕鬆讓那毛筆去寫的時候 他蠻力就會變少 韻味就會增加 但是整體有點他還是力氣大 這種情況只能裝飾點綴 大部分的筆畫看起來還是力氣蠻大的 力多 力氣比較大 長盲兩個大小也不一樣 那今天送到底 這邊的心部寫的其實有點大 在我看來 有點大 你主要是心在這邊 不是三個筆畫 樹是有四個樹畫 而且他靠得好近 待會暈開的話 快要不要碰到 這一二三四個字的話 所以他旁邊這個竹 就稍微挪讓 什麼叫挪讓 就是不要伸過去 你看這個點 沒有伸過去 中間留一個縫隙 這邊也伸不過去 因為實在是沒有空間 這裡是飽滿的 金石器比較少 那就寫慢一點 金石器比較多 你就寫快一點 中間的樹畫不是電線桿 所以你看他有點扭轉出息的效果 足 鵝也是強烈的弧度 這個上面往上拱上來的 拱橋的輔形狀 後面加重 然後慢慢慢慢彈起來 那個速度要自己控制 有時候不能停太久 可是也不能不停 變成說你要看你的墨量 決定你的速度 所以當我在運行的時候 其實我已經考量到我的墨量 含墨量 毛筆的含墨量 有時候覺得他比較少 慢一點 有時候覺得他多快一點 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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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就寫的比較 比較板喔 什麼比較板 就是他的粗細又一致了 看起來像個木板 但他不會從頭到尾都這樣 這裡又放鬆了 所以其實他寫的時候 有時候很安定 有時候很靈動 還是有點差距喔 不要 不要用一種方法來寫 這麼偉大的書法家 書法家 他的心思一定大過我們 所以他才能創作這種寫字的方法 因為歷史上 真的只有到清朝才會寫歷書 除了漢朝以外 就只剩清朝了 其他朝代都很糟糕 長橫 長橫 長橫一定要有糊塗 不過在這裡 他這個不是最主要 因為等一下還有個便 這個只是很嚴謹的收好 這邊看起來是墨多的 晶石器比較少的 墨多 晶石器比較少 那就速度慢一點 那這裡後面比較有晶石器 因為可能拉動或是扭轉的關係 那就稍微加一點晶石器 好 一次 再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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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聲 就像個例子 上面